据中央报道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前头人刘鹤 从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现场见证这份协议签署的有200多人 超高的规格签止仪式经久不息的战胜 人民公论这个成果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 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利益 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反论稳定 中美这份协议之所以来之不易 原因有二 一、这份协议是中美激烈较量的背景下签署的 美国发起贸易战 中国被迫打了两年 不仅中美各自现实损失不小 全世界都损失巨大 这份协议的签署可以说成本和价值都不小 二、中美暂停贸易战 至少给世界喘息之急 中美贸易战再继续打下去 不但中美损失的 全球的损失都会继续扩大 所以此时签署协议 至少给了全球经济一个闯息之计 事实上中美这几天也明显地向中国释放了善意 取消了对华汇率超中国的认定 对此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回答得很干脆 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超中国 美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实 也符合国际社会共识 这份早已确认的签止仪式的举行 在我看来有三大重要意义 一、这是中美新的一份战略平衡 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能够签署 不是偶览而是避览 虽然这其中由美国总统顺举西要 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 经历了近两年的贸易战之后 美国并不能把中国怎么样 而现在美国极力地主导 和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 是一份平衡后的阶段性协议 或者说这是中美在贸易领域的 一个阶段性战略平衡 这个阶段性平衡 到底能够维持错就不好说 但维持时间至少不会太短 而且中美两国还会继续推进 剩下的新协议 从而进一步形成更高水平的战略平衡 二 美国对华近两年的贸易战证明 中美经济实力不相上下 如果过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认为 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巨大的话 那么经过近两年的贸易战 归根结底是帮助中国证明了两点 一是美国亲近全力发起的对中国贸易战 打上两年美国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中国应对美国依然淡定冲农之路 某种程度上 这是对美国用自己的实力 给中国的实力捉了背书 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声誉 一个国家的信誉与实力和行为有关 中国不但诚信 但在事实证明实力也足够强大 强大到可以和美国打贸易战 打两年而不落下分 这样的结果会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 而二续发酵 二是无论美国接下来如何选择 中国奋陪到底这四个字都不只是说说而已 是确实有这样的实力和决心意志 对于中美贸易战 美国可谓使尽浑身解数 可是又怎么样呢 美国亲举国之力 都不能阻止中国科技公司的真数 如果未来无论美国如何选择 中国都会非常淡定冲农 虽然中国不想打贸易战 但落美国一定要打 中国也会分配到底 其中道理很简单 打两年都打了 而且也没怎么样 真在打起来 中国的信心会更足 能力会更强大 所以这么干下来 结果还是 你要打扎硬打 你要谈扎硬谈 上未来无论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都将更加淡定和冲农 美国一场贸易战 把中国打得更加成熟了 贸易战之初 我们整个社会虽然整体有信心 但毕竟对手是全球第一强国 心里还有些发毛 但是打了近两年 事实证明没什么事 接下来并不是说 美国就不可能再变寡 但无论美国怎么变寡 中国都会更加淡定和冲农 面对美国的淡定冲农 可不是随便说说 这除了强大的实力之外 更需要强大的信心 现在的中国 面对美国是越来越置信 尤其是经济层面 中国都不输美国 接下来的一年 中美要干两千事 一 贸易谈判必然进一步深化 双方应该努力地达成 新阶段的协议 第一阶段达成的协议并签署 特朗普的大选年 还需要更多好消息 来吃鸡选情 所以和中国的谈判 必然会有条不紊的推进 而且大概率 还会有第二阶段 甚至第三阶段的协议 对中美来说 双方都应该努力 进一步达成新阶段的协议 这不但对中美各自有好处 对全世界都要有好处 继续推进对彼此都有利 考虑到2020年美国的大选年 双方达成协议的概率更高 也符合彼此利益 这个时间中美要好好利用 加强攻势和共同利益意义重大 毕竟中美分歧未来是不断扩大的 共同利益如果不能扩大 对彼此来说都将是大麻烦 二 新的冲突避烂加剧 中美要有效控制 美国已经把中国 列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 美国要遏制中国 因此冲突避烂是加剧的 所以现在新的较量会乘出不劝 在这种背景下 中美如何管理分歧 是为彼此来说意义重大 如果管控不好 让中美关系失控 那后果就太严重了 这里要给美国提个醒 不要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挑战中国 否则美国必然会后悔莫及 在领土主权问题上 中国不会打一分钱的折扣 而考虑到美国在战略上 对中国的挑衅意图 说一定要忧着点 否则自己就倒霉了 根据特朗普自己的透露 他今年将访问中国 如果美国不是正常的心态 与中国交往 又怎么能够获得坦诚的相待 而且一旦中美继续较量 中国的反击力度 必然加剧 尤其是美国想打台湾牌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搞不好就会插枪轴火 一旦中国严厉出手 也是够美国喝一壶的 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去年11月 美国出口了700万东大豆 创下两年来最高的 单月出口记录 其中美国向中国出口了 大约420万吨 创下两年来最高水平 也就是说 美国超过50%的大豆 都被中国买回家购买了 这说明中国正在兑现承诺 看到中方的诚意 美国也行动了 美国财政部在当地时间 1月13日公布 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 将中国移除汇率超中国名单 美国在2019年8月将中国列为汇率超中国 这是至94年以来 美国再次将中国贴上汇率超中国标 对于美国最新举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事实上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超中国 美方的最新的结论应该说符合事实 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识 第一阶段协议即将签署 美国将中国排除在汇率超中国名单 再次推动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 1月13日中方代表已经签完美国 3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 正在准备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中文版本 并称会在15日签署协议前公开协议文本内容 也就是说中美将在1月15日签署这一协议 意味着在公开文本的内容后 双方将随机的签署 美国官员说政府已邀请至少200人 参加1月15日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纸仪式 目前来看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已经 那么第二阶段协议又将何时签署呢 据报道中美已经同意恢复 每半年一次的双边协商 这协商意味着在化解两国的纷争 15日签署第一阶段协议 届时这半年一次的对话安排也将正式宣布 据了解这对话会将与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分开举行 至于何时签署第二阶段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已经表态 第二阶段协议协商将很快启动 但协商结果可能要等到美国大选之后才会有分效 美国大选是在今年的11月三旅 也就是说签署第二阶段协议至少要在今年年底 也就是说签署第二阶段协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